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主要就是说 我很早在五二年以前就知道有这个机会 那前总统要来参加嘛 这样的话事实上有问题 访问是一个非常丑杂的问题嘛 因为来公开参加 在政党轮替之前啊 对 那有谁委托你啊 他这个是辱庆的 他青年有办嘛 青年办的时候马云九不同意嘛 哦 不让他来 我今年还是要办 他都筹备很久了 有啦 陈昭之小姐说是矫正署同意了 可是法务部不同意 对不对 我后来去了解是全部没有同意 全部没同意 好 那所以 全部没有同意 所以今年 今年是这样 今年碰到 那让我们政党轮替 政党轮替 变得敏感嘛 我觉得这样讲比较精确 就是说 我知道这个事情 那当然 第一个很多 第一个来 拜托我的 是谁 很担心的当然是 阿扁的支持者 他希望这个事情 先是阿扁支持者 拜托你 然后呢 然后当然 我就主动去问法务部嘛 法务部说交给中权处理 交权处理吧 那整个 也很多我们本党的 本党 贵党高层应该也很担心吧 对 您贵党高层啊 应该也很担心这件事吧 你说哪一个 我说明听党高层啊 我没有高层 坦白讲 我知道我们面部处理方式的原则的话 我知道的事情 我就去处理的话 我也不会想高层提报我 当然 我说不担心是假的 但是我们不会去 尤其跟法务部部长 只能私下交换一件 不能了解法务部的看法嘛 你有主导这件事吗 如果你担不担心 人家会说原来 你们去介入法务部的决定 会这样吗 没有 我只是判刑法务部 然后到底这个事情 他没有很坚持 不可裁判券很坚持 很坚持 法务部的坚持 他没有很坚持 当然这不好嘛 阿扁就一定要来 我从事 他都很担心这个事情 包括阿扁支持的 都很担心这个事情嘛 所以当然 只有 他们的问题 解决问题啊 最后 最后是 在一个小包厢里见面 这是您出的主意吗 柯建民 柯委员 当然 我像养民那种坚持嘛 那只有 我想到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你想的 到场不入场嘛 出席不入席嘛 本来典房那个地方就是 人家洗清 洗清他用了嘛 他一定有新娘房嘛 他真的是在新娘房啊 新娘房来 对 来的解得好 他就 到场不入场嘛 到场不入场 出席不入席 那这样的指动方式 是唯一检查方式啊 那我一直劝 至终要一直劝 陈总统嘛 我也跟陈总统通过电话 你是 你是什么时候跟他通病 柯委员 这个是你的建议 这个包厢 新娘房里 到场不入场 入席不出席 但是后来 出席不入席 对不起 那这个后来 但是陈总统 什么时候才被你说服 一拜四 后来陈总统 他答应了 而且他很爽快 他说 他想去抬就 你说 你今天 教供教授 教毫无不要担心 那你教供教授 不给大家的未来嘛 那这样 像他回头去 去跟教证书 来商量 商量的沟通嘛 那 你有这样的处理的话 我想 我想 两边 你对撞的话 那今天又有总执行期间 那明天又有总执行 对 那国民党一问 问的时候 好 那出来怎么办 那今天怎么办 那国民党令委会不会说 柯建民科委员 从中这个 来主导这件事情 有违法 如果国民党委员 骂你怎么办 这有什么违法 没有 你是要解决问题 你是协调 而且两边都 豪布开的红线都行 哦 你是按照这个红线 提出这个建议 所以 豪布是红线就是这样嘛 对 就是不能进去嘛 你好聪明哦 这后来豪布也同意 你可以在 吃张长手机 在包厢 去见朋友 那免疫情不在同的情况下 吃张长手机 去看朋友 那他本来 豪布本来就同意 他到民生议所嘛 对 民生议所随意看他也可以嘛 对 那只不过他要 民生议所要回高雄的时间 路过而已嘛 路过也不踩红线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你认为 还算蛮圆满的吧 结果 我写了 就是 我写了这样子 要把问题解决大家 都松我一口气 可是 那也不让我毫无为难 对 那也陈总统 他们这边也 他还 这是一个 唯一能够解决的方式 好 他最后走的时候 有跟你讲什么吗 因为我看你陪他 陪他去下楼梯 他说什么 他走的时候 我跟他 他主要是 表示感谢大家的支持 当然 他表示感谢之一 那 我想最主要还是这样 我觉得那天 我自己在旁边看 那很多人记忆看他 他坐着 那他 他脸上是很高兴 但是 我看得也 很落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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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好 身体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好 那这个小英总统前天后后 你有跟他报告吗 我没有跟小英 没有跟总统报告 从来没跟他谈过这事 蛤 他也没有打电话问过你 你也没有跟他报告 没有没有 我有 我们都知道处理事情分剂 所以大家没有麻烦吧 好 最后50秒钟 那请教您 你说这个事情暂时解决 那陈水平总统的特色问题 据说很多委员要酝酿 要修法 要干嘛 要施压给小英政府 你觉得未来发展如何 当然 陈天总统主观的期待 大家都说 都能够理解 那现实环境被人生产出 都是有做这个事情 大家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跟总的想法 就适不适合吗 你认为适不适合吗 应该 应该就是 给彼此太大压力 好 不应该给太大压力 给小英嘛 对不对 这种事情的处理是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开委员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8点33分13秒 今天早上呢 这个在新北平陵溯溪 失踪的15岁的少女何于杰 已经自行求救 然后被找到了 她的爸爸妈妈 已经把她带回家 但是还有两位失踪的 是下落不明 昨天的这场暴雨 事实上气象局是有预报的 那怎么会发生 这种专业人士在场带队 却使得欢乐的 这个交游行速期的这个演练呢 变成了一场悲剧 这是最新的状况提供给您 在上个礼拜到现在发生了非常多的事 礼拜六陈水扁前总统的出席 凯达格兰基金会的这个要求在柯建民委员 从中斡旋非常机智的新凉房 包衔里面见朋友的建议之下呢 终于落幕 那当然未来矫正署 法务部跟台中监狱 以及陈水扁会受到什么样的这个评论呢 那是另外一回是至于要求特赦 刚才柯建民委员又很清楚的态度告诉大家 似乎是不太可能啊 好这个在周末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也去登上了这个 他去参访了海军跟陆军 那上任两个礼拜陆海空已经走了一遍 那在参访驼江舰的时候呢 他说这是元首第一次访问 不过呢被人家吐槽说是第二次 马英就来过 他说这个油漆草皮啊 这个对国军来讲没有用 但是军方出身的前立委李玉芳 也批判他不应该在新兵面前聘制度 这位女性的三军统帅 究竟怎么应该跟这个我们的军方互动呢 资深的军事记者吴明杰来告诉大家 明杰 各位听众大家早 非常谢谢那个驼江舰啊 我是看到这个电视的新闻是说 总统的演讲稿里面说他是第一位到这个陀江舰的元首三军统帅 事实上以前马英九也来过 那这个演讲稿写的有问题啊 师傅这个我来说明一下 去年的确前总统马英九 他在五月的时候陀江舰的成军典礼在高雄 他有登舰过 那么就说三军统帅登舰 他们通常在建委会升起所谓的统帅旗 那去年的确马总统有登舰去参观 那差别在于说 这一次蔡英文总统他是有登舰出海 不一样 那不过我想这个部分的确 就是说可能某个部分 他们幕僚在处理这个新闻上面 比较求好心切 那可能想去凸显这一点 那甚至事实上 其实他们自己军方提供的讯息上面 大概可能落差也是在于说有没有出海 那比如说蔡总统可能在登舰上面这个部分 他马前总统去年去过 他体育也没有留意 所以可能有点误差 不过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其实 当然我想可能新政府上台 他们要凸显这蔡英统帅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不要求好心切 所以你说其实也算对 没有百分百错 只是定义不同而已 这个算瑕不掩瑜 但是只是说这个部分 其实是幕僚作业的问题 就没必要特别去凸显这个部分 好 非常谢谢 还好你够资深高是我们 我一直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总统会发生这样 就是他是出海吗 对对对他这次有出海 他这次出海 不晓得他有没有晕船呢 他出海的他不是到外海 一下下而已 对对对其实还好 在港区绕一圈 那基本上应该是海上应该 状况都还好 如果是到外海的话 这个五百阵几个船可能蛮容易晕的 这个对海军来讲的士气 是有所提升吗 当然 你看他一系列 包括上星期到空军 到星期 上这六到海军 又到陆军 那当然去看军中 那特别是讲到一些 这个基层冠兵星坎里面的一些话 那当然阿兵哥我想他们 很高兴吗 眼睛为之一亮 特别是那句话说是光是油漆跟除草 不会让国军更好 对 那这这这这句话当然讲到很多 过去服兵役的人 哈哈哈 对很多人说这叫做 这叫做什么 视察文化 视导文化是吧 军方只要有长官来视导 就要擦油漆要除草 这个大概已经在军中 已经是几十年来 就是说基层被诟病的 所以说军中长久以来 其实除草跟这个油漆 这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 那这个代表的是说 军中长久以来 所谓的就是表面的这个形式主义 另外一个就是马屁文化 那这个对于基层来讲 当然阿兵哥 只要有这种任务 当然就格外兴趣 那当然好处都是这些 所谓上面的长官 他们去学到 那阿兵哥当然他们是希望 不要这么辛苦去 经常有这样的任务 所以话说回来啊 那我要强调的是说 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处往过正 故意不及都不好 这也不代表说 你部队以后就可以砸草丛 这就破旧嘛 就是应该正常一点啦 这个是基本的哈 军纪的要求跟额值 我想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只是说你 你是不是只重视这个部分 或者是 花了很多资源跟时间 做这个部分 我想这也是这次这个 如果蔡英文他讲到阿兵哥 大家心里的内心深处就是说 我们当然该做的更重要的哈 这个轻重缓急嘛 那不能只求这个部分哈 那的确过去军众有很多的高级长官哈 他们在意的是这个部分 比如说你的这个头皮啦 就是头发啦 草皮啦 那这种就是比较形式上的东西 那他们是格外要求 那要求到这个 让官兵认为说 这个已经不合理的程度 那这种形式主义 我觉得就比较破除了 应该是他的幕僚里面 有人可能这个 庆身体验过 我想他们去去当国兵他们去 像我们先生就不懂了 不过我看到那个 也有人批评他 那林毅芳说 你这个当元首不应该批评制度 我想是这样子啦 他这次有点美东不足的 就是说 其实谈这一段话 比如说油漆除草这个部分 到一般的部队 而且他很特别 你看他在空军海军不提 他特别到陆军的单位才提 那表示说陆军这个文化特别严重 陆军才要除草嘛 对那 其实基本上这样子说好了 就是说到一般的战斗部队也好 讲这样的话其实是更有效果 但是美东不足是说 那天他 他这个四岛是一个新训中心 那当然新训中心 其实阿兵就刚到部队受训 是新兵 其实他们的确啦 因为他们还没有学到什么的战斗技能 那这样的新兵 最容易被交去出工菜就是油漆跟出草 那他们心中的确对这个是最重要 不过我觉得因为他们在受训过程 还没有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人 所以的确啦 明明方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就是你在他们这个训练过程 就给他们这样的观念 会不会以后他真的下部队 去服役的时候 他一听到出草的游戏 他会反弹 他就不做了 那这个的确不是没有道理 比如说这个场合 他讲的话是对的 你说是不是在这个新训中心讲 这个是可以拿捏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你以前当兵也有去除草 还有奇怪 我是预官 但是我们一样跟新兵一样受训 我们受训的时候 其实最辛苦的工菜就是除草 太阳底下除草 而且那个草不是说你 就是简单修剪 因为这个部队的标准 他有一定严格的标准 就可能出了一次又一次 那你预官也要去除草啊 我们受训的时候 还是跟阿兵哥是一样 是哦 还没有受接之前还是阿兵哥 那游戏也是啊 不过是见仁见智啊 像以前 因为训练过程有个很辛苦 觉得阿兵哥喜欢出公差啊 游戏出公差 其实 比较自由嘛 不必出超嘛 对对对 所以会看人 比如说 如果你的服役的争议 特别是像资源医 你每天 你的任务就是除草跟游戏 那当然很没有意义啊 嗯 是 所以总统身边 有一堆这个当过兵的男生 很用心 对不对 帮新兵讲话 我觉得是这些 新的三军总 跟过去可能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说 当然 过去你说 前任的总统 他们 身旁没有这样的人 也有 比如说 如果有类似的建议 他是不是能够接受 听得下去 把他讲出来 最大差别 对 最大差别是我们那个 以前总统当过兵啊 所以他应该用自己经验 他可能不会听人家的 这个总统没当过兵 他的经验是 因为他以前也是 就是预官嘛 对啊 那他的经验 他总认为部队做的不够好 所以我随便举个例子 他叫人家跑步啊 叫人家跑步 然后像 他以前不是没有关心过部队啊 他过去也去试试过 这个军中的伙食啊 对 因为有国民党立委 跟他反映说 军中伙食不好 所以军中伙食不好 那他也很认真去试试 但第一个他试试的地方 是到国防部的部本部 那这个地方 他的伙食就非常 又不是部队 那你吃也吃不出问题 因为是继承部队的问题 那最最 当时影响的深刻是说 他吃的最后说 他觉得菜色都还比以前好啊 他知道不好在哪里啊 所以这是最大的落差吧 所以你怎么比较呢 最后一分钟 你怎么比较小英 三军头帅 跟小马哥三军头帅的 刚出场的起手是 我觉得哈 就是说当然 这差别在于说 过去马是居高临下嘛 那他是从上面在看问题 那小英他愿意从基层啊 从军兵的角度来看哈 当然可以很快的收容军心啊 是哦 不过当然啦 这个前面的起手室是很漂亮哈 那就是不过这漂亮的话 都慢慢一一讲完哈 当然接下来要做什么哈 才是考验的开始哈 是 国防的战略的啊 这个人事的布局啦 租源啦 军中的管理军系等问题 是 这个都是未来很 呃 我们要警示的啊 好 所以他一开始这这一阵子 三军的这个巡视 一般军方评价是还蛮正面的 你的意思是 呃 正面大于负面啊 哦 好 希望如此 因为女性三军统帅 确实很特别嘛 对不对啊 非常谢谢 谢谢明杰 谢谢明杰 非常专业深入他的分析啊 至少他这个至少是把我解惑了 就驮将见这件事到底是第一次 还是第二次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好 谢谢吴明杰先生 马上回来 嗯 您所收听的是coco早餐 coco早餐 时间是八点四十八分啊 二十五秒 我是周玉寇 好刚才我们访问了这个 柯建民委员啊 他说星期四说服了陈水扁总统 到场不入场 出席不入席 陈水扁啊 总统表示说 照讲照形 哎 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得到的最新的内幕哦 关于陈水扁总统出席 凯达格兰基金会的 这个参会前后的协调 由柯建民委员哈 他嗯 来斡旋成功使得所谓不彩虹线的妥协方案 双方到目前为止都还算可以接受 那至于未来 陈水扁总统的特赦问题 柯建民委员也特别提到了 嗯 恐怕嗯 不要给小英太多的压力 刚才吴明杰啊 资深的军事记载 告诉我们小英总统的三军的这个 巡视对于军方士气的提振 确实正面大于啊 负面 那他在陆军的时候说 那不要太多的啊 油漆跟拔草 这种世道文化 引起了非常多新兵的共鸣 虽然他这个啊 有一些这个蓝印的立委是批判的啊 那去驼江建 在演讲稿上他说是三军的统帅的第一次 那有记者说 哎 这个以前马英九曾经升过统帅旗啊 那吴明杰啊 告诉我们说 他是第一个出海的三军统帅 帮各位解释清楚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在节目最后哈 为各位来回顾昨天晚上 HITFM的这个HITO流行音乐奖 2016年的颁奖典礼当中的精彩的压轴 是由周杰伦他演唱青花词啊 这首歌曲哈 在大陆的教科书当中的歌词都已经收入在部分地方的同学他们的教材当中 祝福各位有一个美好的一天哈 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这首歌曲赠送给大家周杰伦 中文字幕》 苏白勾勒出情话 希望被风浓转单 铺针申描绘的木坛 一如你出床 洱洱滕灿香脱锅窗 心事莫了人 全支持上走彼此此刻一半 有色绚然 事女徒 云微微自藏 和你炎然的一笑如看宝台房 你的每一缕飘散 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天津在冰雨 把我在哪里 七夜渺渺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冰地树河里 放尽潮的飘影 就当我为你遇见一副目笔 天津在冰雨 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拼开了结局 如城市的情话 在这枯极美丽 你炎的笑意 色白花青的经历 月染于腕底 领抹送帖 落款式 却惦记着你 你隐层在有小绿 千年的秘密 寂寂你 犹如修华 沾落地 另外把角热走 欲缘烦通雨 啊我路过 那江南小镇的等你 在泼沫山水花里 你从我色深处 背影去 天津在冰雨 把我在哪里 七夜渺渺升起 隔江千万里 在遍地树干里 房间潮得飘逸 就当我为你 遇见一份努力 天津在灯明里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拼开了结局 如城市的情话 在这枯极美丽 明眼的笑意 天津在灯明里 而我在等你 天津在灯明里 而我在等你 而我在等你 天津在灯明里 而我在等你 天津在灯明里 放牵扯的飘逸 就当我为 遇见你 不必 天津在灯明里 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 拼开了结局 如城市的情话 此次如此美丽 明眼的笑意 明天津在灯明里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 优优优独播放 一敢五 像鹿 第四季